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学习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给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照看有点复杂,但其实并不困难 只是多了一些孔洞而已,也很适合初学者来练习 我们先来看这个标准工程图的尺寸 这边长40毫米,宽也是40毫米 高是38毫米,中间宽是10毫米 这边高是25毫米 下面宽是22毫米 这边高是10毫米 中间小草连角半径3毫米 中心距是8毫米,高是12.5毫米 再来,上面与两边多有5毫米,45度倒角 再来上四土,这边有4个霞草孔 颜角半径2.5毫米 中心距离是2毫米 底座这个圆心,离下眼5毫米,离左边眼4.5毫米 中间宽是16毫米 这边中心距离是1.5毫米 这边中间有一个螺丝孔 是M10 1.5的螺丝孔 压身12毫米 压身12毫米 前端10.0590度倒角 底径8.5毫米 孔身15毫米 这边螺丝孔位有标示详细的尺寸 那了解它的外观以尺寸后 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 那怎么样画呢? 我们重新画一次给各位参考 这是我们事先画出来的图形 给大家参考 开新的档案 选择零件绘制 切定 选择前基准面 操图绘制 选择极形工具 选择中心极形 从中点画上来 从中点画上来 切定 选择线 集合建构线 从中点画一条水平线 通过中点 选择线 转垂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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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 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高 是38毫米 这边长 40毫米 中间宽 10毫米 下面这边宽 是22毫米 这边高 10毫米 中间这边高 25毫米 选择 倒角 距离5毫米 上面这边 还有这边 还有这边 切定 选择 小炒工具 选择中心小炒 这边画一小茶 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 这边距离是8毫米 圆角 半径3毫米 这边 这边高是 12.5毫米 选择 特征 深厚 深厚填料 方向两侧对称 厚度 40毫米 轮廓 这里 切定 选择 再选择 草图1 升厚填料 方向两侧对称 厚度 16毫米 轮廓 这里 确定 选择这一面炒的位置 图面转正 选择线 几何建构线 从终点画一条水平线 通过终点垂直往上 切点 选择 小炒工具 选择中心小炒 这边 画一个小炒 切点 选择智慧型尺寸 眼角半径2.5毫米 这边距离2毫米 眼睛离下眼是5毫米 这边距离4.5毫米 选择晶色 选择晶色图园 静色水平线 确定 再选择静色 选择静色的图源 静色以垂直线 确定 选择特征 生长除料 完全贯穿 确定 再选择 这一面 草图绘制 图面转正 选择点 在终点上面点一点 切点 选择 异形孔精灵 选择螺纹孔 GIS M10 1.5 正孔深度 15毫米 公牙深度 12毫米 近端追孔 勾显 确定 选择3D草图 点显这一点 不行 改旁边 切顶 选择3D图图 绘制 将这一点 与中心点 重合 切顶 这样这3D图形就完成了 让我们来给它上个颜色 蓝色 切顶 选择 导角 距离1毫米 选择这个边线 另外一面 这个边线 确定 选择 面更改颜色 将所有加工面 改为白色 这个边线 十分时间 硬盖 蓝色 细装 准备 硬盖 原木 细装 确定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这样不需要的草图隐藏起来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下面这边长 40毫米 宽40毫米 高是38毫米 中间宽10毫米 下面这边宽22毫米 这边高10毫米 这边距离8毫米 眼角半径3毫米 这边高12.5毫米 上面两边老角5毫米 这边高25毫米 再来看这边霞草孔尺寸 这边4.5毫米 这边5毫米 中间距离2毫米 颜孔半径2.5毫米 再来看这边楼纹孔尺寸 底径8.5毫米 深15毫米 夹角118度 上面直径10.05毫米 老角90度 现在再去使用 改脱名 孔径2毫米 看得比较清楚 改脱名 孔径2毫米 看得比较清楚 改脱名 涂彩颜色 这个图形很简单 利用一星孔精灵与镜色功能 快速的画出多个孔位与螺纹孔 简单几个步骤就把它完成 看过你就会了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 并订阅我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olid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 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 教学相长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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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